演喜攻略还有八季 今晚演喜攻略大结局 一路开挂的未经落效到了最后 当然蛇狮慢爆发性的演技也上了热搜 这部今年夏天最火爆的电视剧 在轰轰烈烈中大结局 但是网友发现 在视频播放客户段 大结局70集的后面 又出现了八季 根据泄露剧本里 翻漫天主要讲对英伦女儿 招伐公主的故事 还有傅恒的儿子夫康安 但官方没有回应 也没有放出相应的预防 王小臣正海被浙江台耍 今晚是浙江中国兰十周年晚会 有一个节目是正海和王小臣合唱 不少粉丝都十分期待 还有粉丝认为这是两人在一起的放公开 但在今晚的实际直播中 正海和王小臣的合唱被临时取消 两个人匆匆接受跟采访就下去了 不少粉丝非常不满 特别是王小臣的粉丝已经开始讨说法 要知道这年头最最得罪不起的就是粉丝 浙江卫视这一次的操作 在大力宣传的情况下有临时取消 这样的信运动以后谁还敢合作 陈丽农常驻跑男 有网友发现陈丽农工作室关注跑男 于是纷纷传言陈丽农下一季要常驻 如果是真的 做了一个新人资源也太好了 要知道跑男这样的顶级流量节目 是多少明星梦寐以求 现在的常众都靠着这个节目 把自己在娱乐圈的事业提高了很多 但是粉丝很快就出来辟调 这其实已经是老新闻 是上次Linor Private一起上跑男 那时候就关注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又拿出来炒作 而且跑男下一季估计还有一年 名单的是还早着呢 最新娱乐圈资讯右上角关注于请我最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